某些短视频里女性的冤种人设 我有一个普希男老公 自称185的她最常说的就是 我连进行星月星就三千二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在她眼里我一无是处 话什么话 就你这种姿色 除了我根本没人要你 婆婆也总是质疑我 我儿子条件这么好 她肯定是涂我儿子的钱 她还经常和我的闺蜜喝到凌晨三点 朋友们都劝我和她分手 但我一想到她英俊的面庞 就舍不得 牛美丽 过来给我拖鞋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我跟一个普通朋友喝了几杯 牛异酱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总是没事找事 你真的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吵什么吵 我儿子上一天班那么辛苦 一回来你就对他大吼大叫 你什么虚心啊 好 我懂了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就是个外人 不想说就给我滚蛋 好 马卡龙 我走 我走 我的青春 我的美貌 马卡龙成绩是我错误 导演这基本也太扯了吧 你懂什么 短视频都这么拍 某些短视频里 女性的远嫁生活 都说远嫁是一场豪赌 我还是不顾爸妈的阻拦 嫁到了三千厘米外的 隔壁小区 叫你吃饭没听见啊 五年了 我始终吃不惯 他们小区的菜 我吃饱了 婆婆还总是用 我听不懂的方言骂我 吃饱了 吃个鸭了 在这个家 我始终像个外人 今年我想回我们小区过年 去你们小区机票三十五 那么贵 明年再去吧 那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去了 我儿子年纪轻轻的 月薪三千二 有多少我们本小区的姑娘 排队嫁他 让你这个外小区的 捡了便宜 能嫁给我是你的福气 马卡龙 你变了 你变得好可怕 变得面目全非 变得一年不再是我 认识的那个他了 你真的有病吧 我要去厂里上班了 你自己演吧 这一刻我知道我赌输了 到时候我就不该贪恋 他的腹肌远嫁 还拒绝了楼上一米九的王大哥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说三个字 绝不远嫁 好 卡 这都不是探机生物 想说的剧情啊 某些国主嫁到西八村的幸福生活 那一年 我不顾一样的眼光 从城里嫁到了西八村 西八村的空气可真甜啊 你敢相信吗 在西八村每顿饭都有五种咸菜可供选择 每隔三个月就能吃到一顿肉 今天过生日 看我的婆婆还特意多分了我一平方厘米 谢谢妈 有时候咸菜吃不完 不去吃了 婆婆还会做成美味的咸菜汤 老公每次都能喝三大碗 在西八村工作也特别有成就感 支付宝到占五百亿 每次发工资都能收到好几个亿 终于可以给孩子们点好吃的咸菜外卖了 女儿们总问我 妈妈书上说厂里有火锅烧烤 烤鸭螺丝粉海生炒饭 还有豆椒一头是真的吗 宝贝都是假的 只有我们西八村的咸菜 才是全天下最美味的食物 嗯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在西八村过得有多幸福 我学会了发视频 可很多网友说我们家的饭菜 他们家的狗都不吃 这真的让我很伤心 于是我找来了他们家的狗 没想到 他真的不吃 某些短视频里回归家庭的女强人现状 一位老公的一句话 我年纪轻轻就月星三星了 以后我养你 我放弃了王大哥湛姐的机密要职 选择了回归家庭 果然他说到做到 把我宠成了公主 这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这么多 你上个月给我的三块五还没花完呢 谁让你是 我的神 嗯 你们知道现在的我有多幸福吗 年纪轻轻就全款拿下了一杯奶茶 还拥有独立的就餐空间 更让人开心的是昨天刚刚洗货十包胎呢 婆婆对我也特别好 怕我用不惯新手机 专门给我买了二手的 这么好的手机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 才花了两千多 这么便宜 我在手机店看过要三千多 你在哪买的 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九九仙的二手机 和信息没啥差别 但是比信息便宜一千多呢 看起来好新 不像二手的 而且免费保修一年 总航的都知道 人家几成仙也是用过几次 都标得清清楚楚 在上面买手机 特别划算 谢谢妈 网友都特别羡慕我们家的氛围 还有网友说 这样的老公他也想要 谁想要 谁想要赶紧拿走 我他早就不想要了 某些博主婚后的悲惨生活 我后悔了 我不该贪恋他的美貌 嫁给这个大我三十岁的男人 从此就只能困在九层的别墅里 天天看着私人泳池发呆 无聊到和这下午常和三十八个保姆谈心 平时花钱也要看老公的脸色 你怎么搞的 昨天给你三十万还没花完 再给你五十万花不完不要回来 太难了 婆婆也总是为难我 你吃得太简单了 只因为早餐少吃了五个鹅肝 他就骂了我一万零八十六秒 我的双胞胎儿子也不争气 五岁才能倒背圆周率 七岁才学会微积分 都三个小时了 相对于我为什么还没学会 这样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还好有隔壁的王大哥一直安慰我 不知道为什么他家的西瓜格外甜 王大哥你家的瓜真甜 和鸭脖放一起都不创味呢 这都是多亏了美帝五一六健味 收纳十冰箱 搭载美帝王牌保鲜技术 不怕冰箱创味还干净 这边还有专门的护肤品手拿去 就连面膜都可以放在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西瓜没有你甜 在王大哥的鼓励下 我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 绝不当婚姻里的懦弱者 三天后 如何用三句话 让男人为你花十八碗 温柱马鲜 带你致富 普通人吃饭 这也太香了吧 老红博主吃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不六秋冰 听粉的说这家餐 你能吃到活的蓝魂章鱼 走 今天带你们让人见识 冰冰 欢迎来到马路牙餐厅 先生你有预约吗 我向黑不六秋 好的你求先生 这边请 哇 这棵树好特别啊 帮我拍张照 哎 老板 那个不是经常模仿你的八戒吗 走 看下去 八戒哥 听说你模仿了我 美女红 你才是车圈着流量密码 哎 没有没有没有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听说你们家有活的蓝魂章鱼 再给我上几个又贵又难吃的小菜就行 好的 我模仿的 跟他一样 好的 稍等 哎 等等 别忘了以我家祖传支持锅上菜 我怕上到所有 哎 也一样 好的 老兵 粉丝们都问你准备的特别礼物在哪里呢 我给粉丝申请的888现金红包 和虾脚下载出特效能量 这也忒巧了吧 那我再准备个8000福利够了吧 用上礼包码还能加速点 老兵给力啊 这礼包码是什么用 你听游戏 直接数礼包码加速升级 等级一到8000和苹果手机不就轻松了吗 这行啊 我带粉丝们去左下角下载 先生 你们的菜好了 老八秘制小汉堡 塔吊下的冰红茶 客桌下的抠导干 奶奶肯鸡爪 最后一道招牌菜 我章鱼吃生 可等到 诶 我章鱼呢 哦 先生 端来的时候自己跑掉了 你们挺慢用 不是 你知道我们谁呢 你什么意思啊 啥 诶 对了 八秘哥 听说你和皮刹有过绯闻 别提了 皮刹已经和尤妮在一起了 不是吧 八秘哥 他们连孩子都有了 我的天 嗨 诶 八秘你去哪 你那300改的兵力还卖吗 某些短视频里离谱的闺蜜人设 被石油国的闺蜜冲上天 是一种什么体验 清明节给我准备了51的大红包 隔三差五送一些家乡特产的油田 还经常带我去黄金街烧品 一言不合就买下整个商场 周末还会约我去他家喝下午茶 每次我都会迷路 你在哪个屋啊 你说电梯上7楼 从头往右手第13条走廊 一直往里走 我在第45个房间等你 我可找到你了 据说他家是从凡尔赛宫 直接移过来的 一个马桶刷就相当于曹县的一套房 连这个挖二勺都差不多要30万呢 得知我辞职 他就包下五架飞机 给我在戈壁滩安排了一整年的旅行 我把我的32个干弟弟都送过去陪你 你们要好好相处 啊 还有这个新手机你也拿着 不用 现在谁还买新手机啊 你看 这是我刚在转转上买的二手苹果12 才4000多 比新机还便宜了1000多呢 外观跟新的一模一样 大平台官方眼镜还保修一年 强烈推荐你也去上面买手机 又划算又靠谱 真的吗 我这就去给32个干弟弟一人买一个 很多人羡慕地问我 鬼女这么有钱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用工作了呀 不是吧 你当真了 去本 去本懂不懂啊 他要真这么有钱 我俩还用搞着打广告啊 也是哦 某些短视频里离谱的老公人设 嫁给一个从你到极致的老公是什么体验 每个纪念日他都会记得 老婆 清明节快乐 每月1800的工资全部上交 攻击卡 还经常带我去各地旅游 哇 老公 隔壁小区的风险可真好看 只要你喜欢 哦 天天带你来 怕我没有安全感 主动为我远离所有女人 对不起 我名花有主了 你有病吗 他还跟我绑定了心动日常 让我随时可以看到他的位置和轨迹 一大离我超过五米就跟我报呗 喂 老婆 我在厕所拉屎呢 甚至为了不让我受苦 孩子都愿意替我生 老公 我一个人等得好无聊 让我陪你在心动日常上看电影 还能边看边聊天 老公 你真好 又是被家人宠溺的一天呢 就连婆婆对我也像亲生女儿 有时怀疑到 要每天都带我去做一次亲子鉴定 很遗憾 你们不是亲生母女 不可能 明明我看她比我儿子都亲啊 婆婆还非要把百年的传家宝送给我 看 儿媳妇 嗯 哈哈哈哈 这多么谁爱要谁要这传家宝 某些短视频里一地恋的悲惨现状 都说一地恋狗都不弹 可我不信 坚持和三万毫米外的隔壁长草 弹起了一地恋 我就是个散民 我以为爱能跨越一切时间和距离 可是 当下雨没有人送伞 连纪念日也是在电话里过 宝贝 今天是有周年 我送了可爱的拉飞草和二十秋库给你 真的酸Q亲爱的 甚至生病还要咬牙独自挺过 宝贝 两个场离得太远了 我实在走不开啊 你自己先挺一挺 多喝热水 我知道了 哟 这不是我们炒花吗 生病还一个人 真可怜 一地恋有什么用呢 像我男朋友天天在我身边 还知道在省钱快报上给我买化妆品 我跟你说 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实时真折扣 同一家店铺里买化妆品 省钱快报上的优惠能帮我们省好几百呢 哇你男朋友可真体贴 这一刻我的房线被彻底击垮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过来陪我 宝贝 到你们抢的机票一打折 我就挥过去 你别着急 马卡龙 六年了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不在 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意义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马卡龙 我要跟你分手 他们说的对 一地恋狗都不谈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给任何一个外场男人机会 他们都背不上我这个场话 那年我不顾反对 下给了这个刚满三百个月的男人 结婚后我们都要听我妈的 下到我们家就是你的福气 果然婚后婆婆非常贴心 五身的奶粉都是从好送到老公面前 晚上还会亲自哄老公睡觉 担心我照顾不好老公 就和我们一起去度蜜月 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温馨了 老公也一如既往的孝顺 每月三千二的工资也都全数交给婆婆 我妈说要帮我攒起来买奶粉 这三毛二级给你买衣服吧 老公你真好 家务活也从来不让婆婆干 我妈说了 这就是你应该干的 十八年了 用老公给的零花钱 终于攒够了婚后的第一条裙子 老公好看吗 你穿着也不合身 还是送给我妈吧 不用担心 这是上违品会买的 马叔不合适 能让顺风带着现货上门换 很快的 不耽误咱们五二年的约会 那赶紧给我妈也买几件 带着她一起去 想要可以点评论区 我为品会搜马哥 大牌折扣梅子说 我这钱一百多就买到了 为了让老公更好的孝顺婆婆 我决定带着三十岁的儿子 退出他们的二人世界 妈妈 你太不容易了 以后我什么都提你的 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大耳啊 这都什么剧情啊 假如你取了网络上的夹资金回家 起床床了 肚子有点饿饿呢 把老公山醒吧 你有病吧 现在才凌晨三点 今天要和老公过520了 嘿嘿 换一个可爱的小群群 变身 呼 你能不能好说话 老公好凶凶 出门了 要是藏好好 把宝宝交给隔壁的英俊哥 哎呦 今天穿得不错哦 瞎说什么大实话 过节了 要给老公准备一顿野外大餐呢 吃饭饭钱要有仪式感 先敷个脸吧 你又在搞什么 这个送给你 哇 这个雅士兰带小冬天很贵的 你哪来的钱 这是我用私房钱 在点桃520全球新一节活动买的 才三百多 点桃专业全球产地采购 有宝水仓鉴定 比官网折扣更划算 大牌正品美妆 提価值优到家 老公好棒棒 私房钱交出来吧 开饭饭了 好丰盛呀 用老公私房钱买的 喇叭蜜制小汉堡 老奶奶啃鸡转 客桌下的葡萄干 还有一杯 吊塔下的冰红茶 这让人怎么吃啊 女人会撒娇 家里毛顿笑 老公 真受不了你了 给我滚 你个死家伏了 还原某些农村美食博主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 但我不像那些老婆娘 只知道喂猪 我可是要每天 美美地打扮自己呢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去找隔壁的鸡肉狗狗 一起抓龙虾 哇 好大的龙虾呀 你穿成这样下地 你不怕摔了 别管我 这是我的死蛋 赶紧回去烧火做饭 老公和八个娃娃 还在家里等着嘞 老哈快来和我一起做饭 你这个字是怎么做饭吗 你不懂 人家网上都是这么做的 村里的人总是议论我 说我想米兰来的模特 还有人想来牵我呢 但我只想做一个 普通的农村女人 老哈开饭了 来了来了 去给隔壁鸡肉狗狗送一份 鸡肉狗狗 今天给我送这些包容虾 我早就吃你了 那赶紧喝这个鸡鸡面 昨天宝宜大哥送了我一箱呢 嗯 喝起来还有茶香 这可是米可果汁茶 三种水果一杯茶 使用纯正果汁 现脆蒸汁乌龙茶 是蒸汤食料的果汁茶 唉 劳累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能娶到我这样又美又贤惠的老婆 真是太幸运了 好 终于拍完了 赶紧送我回酒店 谁要在这个破地方 茶 啵